年轻不养生 女人下面的神仙水从何而来 其实都知道此水非彼水 而是在性生活中 女性会出现的一种液体 如果说男性会射 那女性也会 我国早期的性教育学家 张静生把这种女性射精 称之为第三种水 德国医生格拉芬伯格 发现阴道壁上有一个敏感点 将其命名为祭典 刺激祭典 可使女性四处喷射出大量液体 格氏认为这些液体不是尿 而是爱叶 喷射出大量液体的这个过程 可理解为女性的射精 也是性是否满意的一种证明 日本押中博士认为 爱叶是来自宫颈馆的粘液 她曾调查过女性 在性高潮时喷射的分泌液 那是来自子宫内的粘液 是一种色淡而透明 贴持为7.5 呈弱碱性 没有粘性的液体 是较唾液浓度稍大的液体 二 女人的水有什么作用 在恩爱时 爱叶能起到润滑作用 减少硬摩擦 给女性带来的疼痛 所以要使双方都满意 可以等女性进入状态 分泌液体 体验度更高哦 其实 女性分泌爱叶 就像是男子一经一样 属于正常的生理现象 她的分泌期从青春期开始 将一直持续到老年 其中 20至30岁这一阶段的女性 由于性发育的成熟 爱叶的分泌量 也会大大增加 爱叶的分泌不仅是为了便于焦合而产生的 它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保护精子 在中和阴道内酸性的基础上 保证精子的存活率 延长其存活时间 保护受孕 简单来说 就是给精子提供水上运输的交通方式 保护它们顺利到达输卵管 完成使命 卫生极其重要 虽然爱叶是身体的一部分 但是它分泌出来了 而且受到外界的接触 可能会附上一些细菌 所以在事前事后 不论男方女方 都得及时做好清洁 女性的话 可以在事前多喝点水 事后可以通过小便来冲洗尿道 最后用清水冲洗下体就可以 男生也一样哦 因为你的不注意 可能会传染给他哦 神仙水很珍贵 不是每次都有 但你可以制造 如何制造 这就需要两个人的配合了 接下来继续分享 婚姻最怕起一心 一旦起了一心之后 心头就容易滋生很多的小心思 引起他言行举止的变化 出轨后 很难有女人 能够做到天衣无缝的 肯定是会露出马脚的 出轨的时间越久 频率越高 露出的马脚也就会越多 很多男人只是傻 太过于相信自己的女人 当然 女人也不是傻子 就算是真的出轨了 也肯定不会明白地告诉男人 相反 还会用多的方式来 掩藏自己的踪迹 不让其他人发现 不过 有些地方 是很难掩盖的 事实上 女人婚内出轨 这三个地方会有很大不一样 掩盖不了 也假装不出来 男人只要是发现女人 有了这样的表现 基本上就可以断定 她给你戴绿帽子了 第一个不一样 女人身上的化妆品和香水 女人如果一颗心地扎在婚姻里 除非是参加一些重要的活动 否则 她基本上不会对自己的外在形象 有太多的注意 特别是有了孩子之后 更是会选择素颜 一来是怕孩子 会对她的化妆品过敏 二来是不想出门的时候 招惹其他男人 就算去上班的时候会化妆 也基本上是固定的品牌或者味道 但是当她出轨了 爱上其他男人了 那就不一样了 每个男人对女人的妆容 和香水味的需求 都是不一样的 而她为了能吸引其他男人的注意 很可能就会进行自我调整 在穿衣风格 化妆款式 香水的味道等等方面 会有很大的变化 当你的女人 没有任何重要的原因 却突然换了一种形象 那她十有八九已经出轨了 第二个不一样 夫妻生活的频率和质量 夫妻生活是婚姻幸福的关键之一 任何一对夫妻都有权利和义务去满足对方的需求 一个女人如果只有老公这一个男人 她必然会把生理上的需求 全部都投入到老公的身上 也就是说 在长期的婚姻相处中 两个人会有很默契的心灵感应 有很多不约而同的念头 但是当她出轨了 在其他男人的身上得到了满足 必然就会影响她在这方面的需求 这就像是天天青菜豆腐 还觉得很幸福的你 突然有一天尝了好吃的肉 对青菜豆腐的幸福感 肯定会减弱 当你们之间的夫妻生活频繁 和质量出了很大的变化 甚至会让你觉得有异样 那事情就不对了 她十有八九已经出轨了 第三个不一样 对男人的态度 每一对夫妻 都有属于你们自己的相处模式 同时也是相对固定的 比如说吵架的时候 到了什么阶段 就会有一个人习惯性地闭嘴 让矛盾在无声中消除 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 相处久了 都会有相似的气场 在生活的很多细节上 会形成无需多言的态度 但是当女人出轨了 在其他男人的身上 找到了不一样的感觉 或者不一样的相处模式 她就很容易就会不自觉地 嫁接到你们的婚姻当中 特别是在你们吵架的时候 看到当时的你面目可憎 再看婚外情男人的温柔体贴 与此同时 她也容易仗着自己有退路 不再会过去一样 给你台阶下或者原谅你 当女人对你的态度 起了很大的变化时 她十有八九已经出轨了 下面继续分享 61岁老夫妻一周三次同房 干涩疼痛 用润滑液对身体有危害吗 一对年过六旬的老夫妻 他们名叫李明和 他们每次同房时 王力都感到甘涩和疼痛 劳两口去看医生 医生给出了一个解释 王力可能正在经历更年期 医生建议 他们可以使用润滑剂 来减轻阴道甘涩的不适感 可以尝试更长时间的前细 以增加阴道分泌物的产生 还可以考虑 使用激素替代疗法 以恢复激素水平的平衡 李明和王力决定照做 他们发现 通过使用润滑剂 和增加前细的时间 王力的干涩和疼痛感 明显减轻了 劳两口重新找回了 曾经的快乐和满足 除了解决性生活问题 李明和王力 还开始关注自己的健康 他们每天一起散步 还加入了一个老年俱乐部 一起参加各种活动和旅行 他们学会了 如何应对年龄带来的变化 他们懂得了 年龄只是一个数字 只要心太年轻 仍然可以过上充满活力 和快乐的生活 老年人同防用润滑剂 有危害吗 在人们的生活中 性爱是一种自然而又重要的需求 然而 随着年龄的增长 老年人可能会面临一些 生理上的挑战 比如性欲减退和阴道干燥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许多老年人选择使用润滑剂 来改善性生活质量 然而 有些人担心使用润滑剂 会损害身体 到底老年人使用润滑剂 到底会不会损害身体呢 润滑剂可以减少性行为中 由摩擦引起的疼痛 这样就可以提升性生活的质量 对于老年人来说 由于阴道干燥的问题 使用润滑剂可以帮助他们 更好地享受性生活 随着年龄的增长 女性身体中的激素水平 会发生变化 其中包括磁激素的减少 这可能导致阴道组织 变得干燥和脆弱 从而在性行为中 引起不适感和疼痛 一些药物 疾病或手术 也可能影响到阴道的湿润程度 在这些情况下 使用润滑剂 可以提供所需的湿润度 改善性爱体验 润滑剂可以以水性 龟基和油性等 不同的机制形式存在 最常见的是水性润滑剂 因为它们与几乎能 体配所有的安全套和性玩具 并且易于清洗 龟基润滑剂 具有持久的滑润效果 因为它们不易被水冲刷掉 但不可与龟胶制品一同使用 油性润滑剂 如植物油或矿物油 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使用 但不建议与安全套一起使用 因为它们可能会破坏乳胶材质 然而 一些人担心使用润滑剂 会引起过敏反应或感染 事实上 大多数润滑剂 都是经过临床测试和认证的 它们是安全可靠的 如果你选择使用水肌润滑剂 它们通常是无味 无色 不会引起过敏反应的 而龟基润滑剂 则更加持久 但对于某些人来说 可能会引起过敏 因此在选择润滑剂时 最好先进行皮肤测试 一些人可能会担心使用润滑剂 对身体有不良影响 事实上 润滑剂只是一种外部使用的物质 它们并不会被身体吸收或积累 润滑剂通常是由水 龟基或油性成分制成 这些成分在外部使用时 并不会对身体的内部组织 或系统产生负面影响 它们的主要作用是在皮肤表面 形成一层润滑薄膜 减少性爱过程中的摩擦和不适感 当然 对于某些人来说 可能存在对某种成分过敏 或敏感的情况 因此在选择润滑剂时 最好阅读产品标签 确保没有对您有害的成分 并进行小面积皮肤测试 以排除过敏反应的可能性 如果您正在使用激素治疗 或有特定的健康问题 最好在使用润滑剂之前 咨询以下医生 以确保安全 最后 让我们来看看润滑剂 对性生活的益处 老年人同房时 由于生理上的变化 阴道可能会变得干燥和脆弱 这不仅会导致不适感 还可能增加感染的风险 使用润滑剂 可以改善阴道的湿润度 减少疼痛和刺激 从而提高性生活的质量 此外 润滑剂还可以增加性爱的乐趣 和刺激 使夫妻之间的亲密关系 更加紧密 如何选择适合的润滑剂 润滑剂对于老年人夫妻生活 如此重要 那下面就让我们看看 到底怎么选择润滑剂 先来看看润滑剂的种类和用途 润滑剂的种类繁多 水溶性润滑剂 适用于性生活中 与安全套和玩具兼溶性好 硅基润滑剂具有较长的持久性 适用于长时间的性爱或水下活动 油肌润滑剂则适用于身体按摩和皮肤保养 在选择润滑剂之前 先了解自己的需求和使用场景 才能更好地选择适合的润滑剂 润滑剂的成分 是选择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般来说 无论是水溶性润滑剂 硅基润滑剂还是油肌润滑剂 都应该选择不含有害物质的产品 我们应该避免选择含有防腐剂 香料 酒精等刺激性成分的润滑剂 以免对皮肤造成刺激或过敏 此外 要重视润滑剂品牌和质量 每个人对润滑剂的喜好 和感觉都不同 因此 在选择润滑剂时 也要考虑个人的喜好和感受 有些人喜欢水溶性润滑剂的清爽感 有些人喜欢硅基润滑剂的滑逆感 还有些人喜欢油肌润滑剂的滋润感 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感觉 选择适合的润滑剂 以获得更好的使用体验 市场上有许多不同品牌 和类型的润滑剂可供选择 在选择润滑剂时 可以尝试不同品牌和类型的产品 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润滑剂 可以先购买小包装的润滑剂适用 如果感觉满意 再购买大包装的产品 通过尝试不同品牌和类型的润滑剂 可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润滑剂 提升生活的舒适度 性生活选用劣质润滑剂 对老年人有什么危害 优质润滑剂能密切夫妻关系 劣质润滑剂则正好起反作用 来看看劣质润滑剂的危害 劣质润滑剂可能含有有害物质 乳本分、甲醛等 这些物质对人体健康有潜在危害 长期使用劣质润滑剂 可能导致皮肤过敏 炎症甚至细菌感染 老年人的皮肤更脆弱 免疫力较低 因此更容易受到劣质润滑剂的伤害 对于老年人来说 它们的黏膜组织相对较薄和脆弱 因此更容易受到损伤 劣质润滑剂 可能包含有害的成分 或过多的添加剂 这些物质可能对黏膜组织 产生刺激和损伤 使用劣质润滑剂 可能导致以下问题 使用劣质润滑剂时 它可能含有不适当或刺激性的成分 这可能引起黏膜组织的刺激 和炎症反应 黏膜组织在老年人身上 通常比较脆弱 因此更容易受到损伤 这种刺激和炎症 可能导致一系列不适症状 包括疼痛 臊痒和灼热感 黏膜组织是位于身体各种内腔 如阴道 口腔 眼镜等 内部的薄而湿润的组织 当劣质润滑剂接触到黏膜组织时 其中的不适当成分 可能导致黏膜受到损伤和刺激 老年人的黏膜组织 由于年龄的增长和生理变化 往往更脆弱 容易发生创伤 因此 它们更容易受到劣质润滑剂的负面影响 这种刺激和炎症反应可能导致疼痛 臊痒和灼热感等不是症状 疼痛感可能会显著影响 性行为的愉悦程度 使其变得困难和不舒服 臊痒痒感可能导致阴道 或性器官的不适和烦恼 灼热感可能给性行为 带来难以忍受的不适 阴道内存在一种自然的酸性环境 这是由乳酸和其他有益菌群维持的 这种酸性环境有助于保护阴道 免受有害微生物的感染 然而 使用劣质润滑剂 可能会破坏阴道的酸碱平衡 导致酸度降低 使阴道更容易受到细菌 真菌和其他病原体的感染 劣质润滑剂中 可能包含有害的化学物质 防腐剂或其他刺激性成分 当这些物质进入阴道时 可能会破坏阴道内的微生物平衡 正常情况下 阴道中的益生菌 可以抑制病原菌的生长 维持阴道的健康状态 然而 劣质润滑剂的使用 可能抑制益生菌的生长 同时提供有利于 病原菌繁殖的环境 当阴道的酸性环境受到破坏时 常见的病原菌 如大肠杆菌 念珠菌等 可能开始繁殖 导致感染 这些感染可能表现为阴道炎 尿路感染等症状 如阴道扫痒 异常分泌物 尿频 尿急等 老年人由于免疫系统的衰老 和抵抗力的减弱 更容易受到感染的影响 劣质润滑剂中的某些成分 可能与阴道内的正常菌群 产生不良反应 破坏菌群平衡 这可能导致感染 炎症和其他健康问题 由于老年人的免疫系统可能较弱 因此使用劣质润滑剂 可能会增加感染的风险 尿路感染和阴道炎 是常见的并发症 为了避免这些问题 老年人在选择润滑剂时 应格外谨慎 选择质量可靠的润滑剂品牌 最好是经过医学专家 推荐或药店销售的产品 那么 如何选择适合的润滑剂呢? 水溶性润滑剂 不会残留在体内 易于清洗 对皮肤和黏膜刺激较小 是老年人的首选 避免含有有害物质的润滑剂 仔细阅读产品成分表 避免含有本分 甲醛等有害物质的润滑剂 选择PA池 接近阴道酸碱平衡的润滑剂 以减少对阴道菌群的干扰 老年人在选择润滑剂时 可以咨询医生或药师的建议 根据个人情况选择适合的产品 今天的分享结束了 愿各位听众朋友 都能身体健康 拥有幸福晚年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